今天凌晨发生大火 你可以看到这浓烟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 那么里头由于存放了大量的塑胶原料 经过燃烧之后就散发出这浓烈的黑烟 而且附近的住户也都表示说味道很臭 而且不只是泰山包含了三重新庄等地都有受到影响 那么医师就提醒了说这里头的成分聚烯还有聚饼烯 如果燃烧不完全的话会释放出化学物质 民众吸入之后可能会产生恶心呼吸困难 如果是心血管疾病患者更要小心 可能会引发心肌梗塞的风险 制作临时塑胶袋内膜的厂房 凌晨发生大火 厂内塑胶原料燃烧后引发浓烈黑烟 也扩散到周边住家附近民众只喊不舒服 有的客人也会说奇怪怎么会有那种很臭的味道 医师分析塑胶原料一旦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液氧化碳 甲烷 短链碳氢化合物和总挥发性有机物等等 民众吸入这些化学物质后 只要半小时就等于抽了27万根烟 假设民众吸入这些有毒物质 初期会感到缺氧 接着出现恶心呼吸困难等症状 后期还可能增加致癌风险 心血管疾病患者更要当心了 因为吸入过多有可能会引发心肌梗塞 慢性阻塞性肺脊 它本来就血量就偏低 那你吸这个东西又阻碍它 那个氧气交换 当然血量就会更低 提醒附近民众切记要关好门窗 如果有不小心吸入有毒气体的话 医师建议可以吃B群和姜黄排毒 但如果身体出现不适 还是得要尽速就医 你好我是宋燕民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